- 談到最重要還是我們的錢 正所謂人不理財 財不理你 但是我們最怕的是人若理財 財源離你 如果你不會選股 大家就推薦你買所謂的ETF 今年的11月ETF大爆發 有怎麼爆發總共有16家ETF 準備配股配息 我們這邊提出來了6家 主要ETF分兩種叫主題型 跟所謂的高股息型 到底是要既配好還是月配好 因為以前就是年配 後來開始有所謂的既配 股票也有既配 現在到底要不要月月配 不管你是Apple配還是Sansung配 你到最後還是要配出去 所以錢到底怎麼來 月配比較划算還是既配 年配比較划算 我們看以下這一則報導 台灣在20年前推出第一檔ETF 最早配息次數只有年配一種 現在有了半年配 既配 月配等等 琳瑯滿目 帶給大家更多投資選擇 配息次數不同 主要差在錢 到手的速度 還有單次拿到的金額 以殖利率8%的產品舉例 年配一次領8% 半年配每次4% 領兩次 既配一年領4次 每次2% 但不管你怎麼配 領到的總數都相同 可以把你的配息總額 想像成一袋吐司 年配就是一次拿走整袋吐司 既配或月配就是一次拿部分吐司 但分多次拿 但無論如何 你最終拿到的吐司數量都相同 就是一整袋吐司 年配一年只領一次 一開始投資報酬算得精確 就能一次到位 省時省力 半年配 既配 月配 能早點拿到錢 看看要不要再投入 滾付利速度能快很多 讓資金規劃更彈性 猴子的故事 朝三暮四 是你先拿到三塊好 早上先拿三塊 下午再拿四塊 還是要反過來 其實你一樣只有拿到七塊 比較重要的其實 它整個含息的報酬率 不過年配息還有個壞處 根據稅法規定 一次拿超過兩萬元 就會被課徵補充保費2.11% 如果改成月配息 一年鼓勵 要超過24萬 才會被課徵 機率大幅下降 自己很成熟的了解自己的財務狀況 那其實早一點點領到 更晚一點點領到 應該是不會造成很大的差畢 ETF基金第三季規模增加704億 10月估計還會再多近400億 儘管台股月限連三黑 ETF依舊逆勢吸金 我們直接切入正題 林老師 我們到底是要買所謂的 主題型還是高股息配股 哪一個它的優缺點到底長什麼樣子 現在所謂的高配息的概念很簡單 它是所謂被動式的 被動式就是說 我有一個台灣有一個高股息指數 我就跟著高股息指數裡面 我去按照指數去配我的股 所以我的經濟人 非常非常的輕鬆跟方便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現在只要錢進來 我就按照這個比例 我自己去配置 所以這樣的一個方式就變好 問題來了 市場上的錢如果去拱所謂主題型 主題型的差價 它的報酬率就會變高 因為我一直拿到錢 我一直買所謂的基金 然後基金再變成所謂 幻化成所謂後面的ETF 當然我是要去買 人氣比較熱的東西 但問題是現在人都不會這樣想 因為大家已經被大盤打敗了 因為很多的一些你看到的 比如說主題型的基金 它都集中在某幾個產業 要嘛就5G 要嘛電動車 要嘛什麼對 它集中在某一個東西的時候 很可能選股會出問題 所以它就乾脆回過頭去 高配息這一塊的話 就變成它覺得反而比較穩 錢一直進去的一個同時 把它的價格給拱高 然後你就會 明目上你會感覺說 我一買我就賺錢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應該要去選擇 所謂高配息 因為這個是現在的主流 比如0056 00878 第二個部分到底是年配 季配還是月配 以月配的一個角度來講 它掌握人性的弱點 第一個的話 如果我把一年的利息 月月有建材 沒有主要是說我一整年的利息 我把它分成每個月的話 我可能低於3萬 我就是少了這個所謂的 二代健保的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每個月要付房租 我每個月要付什麼錢 如果我存了一筆錢 每個月就零存整付 整存零付的話 我是不是每個月 我都會覺得說 這些費用好像都有基金的 這個部分幫我支 第三個的話就是 基金如果出狀況 至少我前面有先領到錢 所以基於人性的 很多的弱點的時候 它這個設計實在就太妙了 有像分散風險的感覺 就感覺起來 因為你錢兩鳥再零 不如一鳥再熟 所以我拿到的錢 我就比較大 我們現在講一個 完美的制度是這樣 但是高股息的這一塊的話 各位一定要注意 第一個 你一定要穩定的高股息 你不是某一年突然很高 然後第二個部分 你的填息的時間要快 你不能說今天 你配了一個東西之後 然後你超過了 100天以上都填不了息 你那個息基本上 是羊毛出在養生上 這等於是我自己的錢 他要背給我自己而已 第三個部分的話 我要穩定的一個高殖利率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 對所謂的殖利率的要求 大概就是在5% 也就是說現在你看 10年期 20年期的美債 如果是無風險的話 他基本上幾乎等於無風險了 他都是5%以上的一個利息 如果我賺不到5%的話 我幹嘛要去買 對不對 我就直接買美債就好 所以這三個條件 如果都符合的話 你基本上再去買 所以我們看0056 其實在某一段時間裡面 他並不符合 但是因為錢一直在拱他 那我最後的一個結論是說 第一個高股息我還是比較贊成 第二個的話 我會去選擇技配 我不會去選擇樂配 了解 那我重點來了 我們說 我最早聽到所謂的0050 大概是2012年的時候 我的李專打電話給我的 然後我聽完之後 我就 這個 沒什麼輸贏 不刺激 所以我沒有買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 才20出頭塊 我沒有買 然後我就把它投入到 我覺得蠻刺激的 後來我就被刺了三刀 我就被刺了三刀 我在我家那個陽台12樓 在看盤的時候 看到手會抖 我還站起來看一下 12樓太高了 算了 所以 這個 挺好 說實在的話 就反映了景氣 可是誰都想不到 2020年疫情 居然股市是再創新高 開玩笑 SARS 2030SARS的時候 是一片哀嚎 那怎麼用景氣去看 所謂的ETF 那基本上 你只要了解到說 台灣在半導體當中的角色 你就可以理解到 只要全球的中斷需求一好 台北股市必定能夠再創新高的 那我們過去講說 在ETF的投資邏輯當中 主要有規避兩個大風險 第一個叫做系統性風險 也就是 有時候你會發現 市場上 不管你買什麼股票 最終都會跌 ETF還是會跌 也就是當全球中斷需求不好的時候 它都會跌 所以我們講說 要規避這種系統性風險 最好的方式 是你也買一些債券型ETF 進行股債的配置 這個時候股市跌 債券漲 債券跌 股市漲 它就可以達到你的資產的衝銷 那我們講說 資產有不同 有股市有債市 當然還有房市 或者大宗資產 如果你每項都永遠一點 像你一樣的話 這個時候 你的資產就比較穩健 不是啊 我也想過這件事情 所以當股票開始飆漲 大家都喊跌的時候 我立刻衝進去債券市場 然後我掛了 OK 所以債券市場當中 它又跟利率水平有關 不過至少我們可以承認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把你的自己資產 能夠盡可能的分散 是一件好事情 那麼你已經盡可能分散了 要什麼樣的方式 你才可以確保 你的資本的負利效果 能夠快速加大呢 基本上就是了解 整體景氣的位階 那我們要怎麼了解 景氣周期的位階 基本上進行折時投資 就是看一些相關的景氣指標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景氣對策信號燈 景氣對策信號燈 是國發會 它進行當前景氣 即時指標的統計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藍燈就是極度悲觀 紅燈是極度樂觀 所以我們通常 在一個周期投資的邏輯當中 我們通常選擇的是 藍燈買股票 紅燈就數鈔票了 現在是什麼燈呢 黃藍燈 就是藍燈剛剛開始轉好的跡象 也就是現在我們處於的階段是 景氣過去三級真的很差 房市也都亮縮 但是現在在第四季 我們看到了一點點的曙光 也就是說 如果有一天 它轉到綠燈 它轉到黃燈 它轉到紅燈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有過度追價的風險了 也就是說 如果要進行最後部件的話 我個人會認為 很多人說台北股市 從當時一萬兩千點漲到現在 已經漲了四千點了 到一萬六了 很緊張不敢追 但我想告訴各位的事情是 萬六從目前的景氣周期點位來看 它算是中長期的底部 打底打在這裡 打底打在這裡 而且該換手也換手了 沒錯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一循周期來做判斷 上一次它在藍燈是什麼時候呢 是2020年3月 新冠疫情 不是重挫 再上一次是2018年 美中貿易戰 無敵 再上一次是2015年上陣股災 再上一次是11年歐債危機 再上一次就08年了 大概三到四年 會處於一個景氣的庫存循環 而現在這個庫存循環 它的絕對低點 快要結束了 也就是說 如果有一天它到紅燈 這個時候你所進行的任何的買入 就跟房子一樣 很有可能就靠在短期的高點了 所以我覺得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從周期的經驗可以來做判斷 過去發生的事情 雨薛老廠講的 過去發生的事情 現在一定有據可循 未來發生的事情 今天一定也看得到 過去發生的事情 現在發生的事情 以前一定發生過 以前發生的事情 以後一定會再發生 我最近才翻出你的書 但是那句話我一直記不起 不過你記得起來很好 代表真的是你自己寫的 我自己寫的 那不是糟的你知道嗎 那很明顯代表 但不管如何 從這個周期的概念你會發現 有一天股市會再回跌 但它不一定跌得到前波低點 它不一定回得到萬二 但是有一天景氣信號燈 它會回到藍燈 一樣會有景氣不好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在投資ETF當中 我們某種程度 我們已經開始進行 各股風險的全面分散 各股台積電的好壞跟你無關了 因為你對賭的是整個大盤 所以不管是董事長跑路 還是工廠火災 都與你無關 因為你持有的是非常多的股票 你持有的是整個大盤 那你要在大盤當中 能夠賺取超越大盤的報酬 就是買在市場恐慌的時候 買在景氣信號燈 藍燈的時候 而現在還在黃藍燈 所以再過幾個季度 到紅燈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追價了 有一些股票也被刪除了 新隆 東河鋼鐵 廣達 廣達怎麼會被刪除呢 它前陣子跑得很高 然後再來晶圓電子 還有偽創 所以到底要怎麼配 到底它整個換的時候呢 你所分到的股利股息 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還有最後如果萬一它發不出來 到底怎麼辦 我們來看以下這則報導 近年來市場興起投資門檻較低的ETF蜂巢 用一種最被動保守的方式來做投資 這個指標 這個指標如果漲個10% 我就賺個10% 國民紛紛入市 想輕鬆賺被動收入 根據最新急保護股權分散統計 五十三檔ETF總收益人數達五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九人 一周之內增加三十一檔 共十五萬一千三百零五人 換算全台兩千三百萬人口 等於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買 台灣ETF發展今年滿二十年 以過去五年表現對比 台股大盤從10974點漲到16276點 而指標ETF0050和0056 雖然漲幅稍微遜色 但它們不向大盤波動劇烈 讓投資人像在做雲霄飛車 趨勢穩定及配息都成為選擇關鍵 搞到既配息那已經很拼了 大家很熱愛 大量的資金流入 它也讓外資的賣押 得到了一定程度投信的化解 還有人想每個月零股息 一買就是三檔 依照除息月份不同 可分為三組A、B和C 若各組都擇一買 就能每個月都有一筆額外收入 甚至有人把淘金的手 伸到海外ETF 以美股為例 最早發行的SPY年報酬22.34% 管理費較低約0.09% 而VOO年報酬也有22.33% 管理費更低只要0.03% 雙雙成為熱門投資標的 但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專家提醒ETF一題材不同 收益也會有落差 投資前還是得多做功課 如果有一檔所謂的ETF很棒 但是它基本上都集中在半導體 這到底會不會有過多的風險 再加上我們說如果中國的半導體真的起來了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的成熟製程似乎好像鎖不住了 也封不了了 我們買ETF的時候會不會有過多的風險 蔡老師 第一個的話我最近觀察到一個滿有趣的現象 也就是今年的10月 然後表現的最好的ETF 前六檔當中有五檔就是半導體層的一個概念的一個ETF 然後其實就我目前的瞭解的話 其實整個的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其實目前都是維持了一個相當好的競爭力 而這六檔的 這就是說這六檔的就是半導體為主的一個ETF 然後其實他們的成分股長得都很像 然後幾乎都是台積電 聯發科 聯電 然後日月光 聯勇 然後力旺 創意 幾乎就是這些公司 然後可能還會再搭配一些其他的 但是主要的核心事故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都是他們前十大事故 然後這前十家公司的話 其實競爭力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且在未來的五年 十年當中 其實應該都還可以保持的是 所謂全球等級的競爭力 而且更重要的地方就是指說 無論景氣的好壞 他們都能夠保持非常好的財務結構 因為我們就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漲時看市 跌時看值 而這些公司的財務體質其實都非常的健康 尤其是說像金元代工的幾家公司 幾乎負債的問題完全是不存在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既然有很好的競爭力 但是公司的財務體質又好 目前來講我覺得半導體的概念股 是可以值得去追蹤的一個狀況 不過挺好 我們話說回來 剛才這個財老師有講 其實大部分組成漲樓差不多 為什麼這個股價比較貴 那個股價比較低 然後這個配的跟那個配的不一樣 這是牽扯到選股邏輯 還是它的入場的時機點 基本上我們還是要看它所追蹤的指數為何 有可能它追蹤的指數不同 但是它最後成分股差不多 為什麼 因為台北股市 它比較大全值股也就那幾隻 可能莫名其妙就挑到那幾隻 台積電漲一塊 台股漲八點 沒錯 所以第一個狀態 是要看它的指數的追蹤成分 第二件事情要了解說 我們在追蹤這些指數的同時 它的原本的選股邏輯為何 比如說像是0056和00878 它都是兩檔非常受歡迎的高股息ETF 可是兩檔的選股邏輯 雖然它都是高股息 但是完全不同 56它是針對未來一年當中 股市黨它預估殖利率最高的 就算你的背景多差 你過去的配息紀錄多爛 不論呂杰老師過往的經驗為何 我基本上覺得它未來有光明 我不是投資人 我是投機人 OK 你是投機人 OK 但是56看的是未來 但是878不一樣 00878國泰永續高股息 它看的是過去幾年 連續三年的 它的現金鼓勵殖利的表現 還注重你的ESG表現 所以一個看的是過去 一個看的是未來 所以我覺得最終我們要回到一個中心邏輯 就是要觀察它的選股邏輯 它的指數成分為何 所以我覺得選ETF 我們最後是分到三大邏輯 第一個是看它的指數的成分 它的邏輯是不是符合你的要件 你到底是要全執行 還是我們看到的高股息 第二件事情是要了解 它本身它在選股邏輯當中 是否會有內扣費用過高的問題 最後一點是關於折議價的問題 就是我們想想看 現在有很多ETF 短期內太多人買了 可是它要配給你的配息 它哪裡來呢 我舉個例子 有一檔ETF 當年878產區就是這樣子 大概在8月份的時候 它開始成立 它成立其實除全息 大部分都結束了 它沒有拿到太多的公司鼓勵 可是受益人數不斷的激增 大家都在買這檔ETF 那怎麼辦呢 那麼多人 只有一點點配息 最後當年的現金鼓勵殖利率 0.03%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 英雄要論出身底 尤其在ETF身上 你一定要看它過去幾年的配息 是否穩健 如果它的配息只有這一兩年的話 可能的話 我覺得就要大家再多做一些觀察 來 林老師你會怎麼選ETF ETF第一個部分的話 我剛剛有提到 我一定會去選高股息 我不會去選主題息 因為我們歷經了 從基金最輝煌的 所以你不是想去打那個價差 打價差我做股票就好了 對不對 我既然都買到ETF的部分的話 我就是說懶人投資法 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重點 季月 月的話 剛剛李兄有特別提到一個重點 那個錢到底配的是哪裡來 如果我們是以債券為主的話 債券你看很多ETF 它基本上是因為 它買了各種不同級別的債券 所以它可以設計 每一個債券 每一個月都會有配息 所以那個錢是真的 就是它裡面 成分裡面的一個債券 在配的息 可是股票不會 台灣除了像台積電 這個有分季配以外 大部分都是年配息 那你怎麼有辦法 就是說現在買一個ETF 我很多人是要卡明天配息 我今天跑進去買 然後我就是要賭明天你要給我錢 所以這時候我們的ETF 就會設計一個所謂的 平准金制度 所以平准金制度的意思就是 大水池裡面 大水壩裡面的小水池 它是一個調節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說 碰到了比如說六月份 我旗下的一個個股 大部分都要配息 我把那個錢先存起來 自宏池 自宏池我先存起來 然後等到每一個月 每一個月的時候 我就撥一點 撥一點 撥一點這樣出去 那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情形之後 那等到我基金是否有賺錢 我有賺錢 我再回到那個池子裡 然後這樣子維持一個所謂的 這樣調節 像波陽湖 洞庭湖 這樣的一個調節的功能 我覺得這樣子就是一個比較健康 所以最近有很多00929 00934 0936 陸陸續續都要出來了 但是我覺得說 其實他們只要有平准金 超過一年的有平准金都OK 一年最好有換兩次 靈活性不夠 對 就是我這 所以你說廣達 你看九月份的時候 十月份的時候要換 但是如果說今天00929 手中有廣達的時候 它被人家扒 因為它換不了 別人再換它換不了 對 就會有這種情況出現